荒野独居挑战中会造船的选手 在失误的获取上总能出奇之声 卢卡斯是第一季的著名造船师 所以他制定了本期的挑战内容 在三天内成功制造一艘小船 要求船体不能漏水造成尸身 且能平稳滑出100英尺的距离 为了确保挑战者顺利完成任务 卢卡斯为他们提供了四种工具 可能都认为防水部是造船的关键 但布里特却不需要这科技很活 大自然的纯天才才是YYDS 只是这批竹子长短不一 布里特只能割掉多余部分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因操作不当 五姑娘瞬间挂彩 看来他和姑娘还需要好好磨合 克雷的刀工明显比布里特好很多 他打算做搜框架外腹皮的独木舟 先将冷山树枝剥皮缠在树上 经过高温量扇用来制作骨架 等待的时间里找来一块摆木 用整材雕刻传讲一定很炫酷 造把刮刀能让过程轻车熟路 精湛的刀工让别人望而止步 最后的成品让对手极度羡慕 另一边的凯莉也在做独木舟 不过他的做法和克雷不同 他先造了两个三角支架 再用两根树枝将它们连接 接着再加入第三根作为底部 这模样看起来有点像婴儿摇篮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托起这个老baby 最后再用柳枝相互交叉 完美编织出传体的肋骨 但这制作精良的骨架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只是凯莉目前尚未察觉 第二天 克雷开始造船计划的下一步 制作四个圆环作为底层支柱 用吊绳将这些圆环牢牢绑住 让小船的骨架变得更加稳固 那外围就用两根弯曲的长木 接下来再去掉中线上的顽固 克雷冠军之路就此揭开帷幕 可马上他就遇到了难处 船头倾斜角度偏离指数 让船在行驶中不受束缚 于是克雷升起火焰 准备给他来点烤焰 效果确实不错 预热立马展现完美弧度 接着拿出瀑布 像包粽子一样将船体包住 最后处理一下多余部分完美落幕 另一边的凯莉正在做下水实验 小船就跟喝了假酒一样倒地不起 不管凯莉如何调整都无济于事 这要是做上去 绝对秒变失足少女 凯莉为了避免自己晚节不保 决定做个浮标保持平衡 先造出两个迷你版小船 用防水布强迫他们合体 长棍一端系上简易浮标 另一端用木棍夹在船上 虽然解决了平衡问题 但这外观实在是粗糙 可更敷衍的还在后面 他盯上了湖边的芦苇 打算就用这来造船桨 将几个光棍撮合在一起 再用防水布将它们蒙在鼓里 这单身汉的待遇实属可怕 吓得我连夜找了个对象 布里特这边的进展也很顺利 处理好五姑娘的情感危机后 立马开始和心动嘉宾进行磨合 切割出合适长度的短竹排列整齐 接着把两根长竹竿摆在左右两侧 用绳子将它们紧密连接在一起 最后翻个面就大功告成了 他美滋滋地拖着竹筏下水 上演了一出猪八戒娶媳妇 而这对新人也将迎来最终考验 为了分散自身的压力 布里特伸直了他的小短腿 生怕那一百八的体重把竹筏压塌 好在最后有惊无险完成了挑战 为了庆祝自己的胜利 布里特甚至准备了美酒加酿 在湖中央喝上了自己的喜酒 而凯莉这边情况就不太妙了 他亮亮呛呛地坐进了小船 倒是没有发生翻船事件 就是这软啪啪的船桨实在是不堪入目 气得凯莉直接以手带桨 似乎是害怕这会影响成绩 他还特意强调这是造船大赛 船桨不会影响比赛结果 这全身上下就嘴最硬 另一边 克雷手握船桨坚扛小船 来到了实验场地 他的小船工艺繁琐 结构复杂 但却非常小巧轻便 船只下水并没有渗漏发生 踩在上面也没有大幅晃动 坐上去更是让克雷稳如老狗 而百目造出的双刃桨表现惊人 让克雷十分轻松地完成了挑战 场上三名参赛选手都完成了作品 如果是你当裁判 你认为谁的小船能够胜出 等大家做出选择 我们一起评论区看答案